但今日的芯片股星有些新消息 就是中興 中興說他們自己研發的7納米晶片方面已經是商用 他們這個芯片方面已經是提供給華為在5G無線機站裏做一些交換機設備 所以似乎提升了大家對於內地芯片市場發展的樂觀情況 不過我覺得要留意一下 他講的是自主研發 但代表是否真的他自己生產 這個我不肯定 未詳細研究 不過我覺得值得提大家要留意一下 除了自主研發之外 究竟是否他可以自家都生產得到 或是不需要進口一些關鍵部件或設備都可以生產得到 這個才成為一個關鍵 因為看回美國方面的政策 其實基本上一些關鍵部件 或者用去美國的設備方面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現在中國的芯片製造能力方面 暫時應該未能完全不依賴外國的部件或設備 而是生產到14納米或更低的芯片 對 你說到7納米、5納米在研究中 當然好像很厲害 不是在研究它實現的階段 但芯片是它研發的 例如華為的麒麟芯片 都是它自己研發的 不過它的分產就要交給別人做 對 像你所說 因為它一直都可以研究出來的 但問題是沒有這樣的材料 即是被人斷了供應 所以今天炒 我不知道 可能中芯就叫做 因為之前跌得比較多 所以今天升得多 中興就看到暫時升近4% 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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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